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大灾尽前的奥秘 三位弟兄,我们听出来,一个叫做大头臣,一个叫小头臣,还有一个叫以色列臣 其实这三位弟兄就是一位,好像三一神,分不开的 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照会彰显出来一个精神的爱 金灯台要彰显出来啊,光说不练没用 我们有充分的福音赏养,正确的神经教导,以及合乌圣经的聚会 我们仍然需要问自己,我们中间有没有神终极的行动 神终极的行动是他行动的第四目 要完成他永远的定时 成国英九七国太,后一屋一当九节,罗马八章二十八节 小A,头三部,是传家呼应教导圣经 停了吗? 按圣经来聚会,这是头三部,第四部的话 他刚刚也讲到第四部就是中级的行动 第四部是成终极的行动 是要他得作好些圣徒,认识基督士和人的奇妙 有他做生命并活他,被他充满尽透 Life and natural, but no Godhead Life and natural是100%,那 Godhead是0% 三一神加上三部分的人,灵魂体 父子灵,灵魂体 完全连结调和为一 神神恶气连条,宇宙大合并 神神恶气连条,宇宙大合并 第四幕神终极的行动 神预备了美国 这一段很有意思 看这一幕 第一幕神福音的开展 神预备了罗马帝国 第二幕 归回圣经 神预备了德国 第三幕福音的插阳 圣经的教导 这个 第三幕就是 大英帝国 终极的行动 结束这个世代 十个角色 终极的终极的行动 是一样的 龙英除了这个西式 什么东西啊 这个一幕神三张四节 七十五二张一节 十九张七节 一堆 一堆 看不见也不敢去看 也不愿意去看 也不愿意去看 罗马书十二张 罗马书十二张 八张十八到二十节 二十八到二十节 二十八十八 OK 结束 结束了